新人冠状病毒疫苗 根据话题是新人冠状病毒疫苗 绝大多数人和我一起都关心这个问题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 什么A冠状病毒疫苗 你不知道吗? 那就让我告诉A冠状病毒疫苗 在2020年1月10日 中国科学家就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 发到世界的数据网上 在第二天 美国的研究机构就是几个小时内 确定了可以制造疫苗的维存密码资讯 你说那就差不多了? 这些还差很远 这些只是马里长征的第一步 现在一共有7个国家的18家公司 在加班加电感博命研究 也就是新冠病毒的疫苗 而这7个国家就包括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而他们的目标就是 争取在18个月之内就将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 研究出来 你可能这个时候就会说 天啊18个月 一年半啊 那都太慢了吧 唉 这个怎么说呢? 我听到那时都是心到一梁 一般来说呢 疫苗的研发周期是5年 而他们说18个月 那这个已经是呕血这样的速度了 那为什么要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首先啦 新的疫苗、新的病毒 这些科学家都是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去了解的嘛 而且一旦要上市 那是大规模这样注射啊 每个人都要受到影响 人命关天啊嘛 那它是不是有效价 会不会有副作用价? 放心 这个副作用 哪怕这个比例低到0.001% 这个数字都是很大件事的 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个疫苗有效 而且安全 它是可以上市的 一般疫苗的研发周期 分为三个阶段啦 而第一个阶段就是实验室研究啦 那时间呢 一般都是一两个月到一年不等的 那这个时间的长段呢 都是根据疫苗的种类而定的 行了 我们再讲下第二个阶段啦 动物实验 实验室研究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用动物来试一下 这座疫苗是不是有效啦 那这个阶段呢 一般都要用一年的时间的 而第三阶段就是人体临床试验啦 这个部分呢 往往都是最花费时间的一个阶段 而且它有分为第一期临床 第二期临床 第三期临床这样的 我们这样看的话 它们说18个月之内研究到疫苗出来 真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来的 这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来的 那我有个疑惑啊 我知道里面有四种类别啦 B君你可不可以解释这四种类别有哪几种呢 好 A君你要记住啦 疫苗种类第一种 也就是DNA疫苗啦 我们以前知道那些疫苗呢 打多数都是在人体的身体里面打病毒 但是都是一些死了的病毒 再不然就是毒性已经减弱了的啦 要不然我们一做就病了啦 是不是 但是DNA疫苗就不同了 这次呢就不直接打病毒 而是将病毒的基因重新把它摆弄一下 然后再摆在一个小船仔里 而这个小船仔呢 就叫做粒质载体 然后就将这些东西注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而我们的身体呢 就翻译了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呢 而这些东西呢就很像病毒的 是不是跟病毒很像呢 所以呢 这些就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攻击啦 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认识到这个病毒啦 疫苗种类第二种就是mRNA疫苗啦 通过在人体外合成翻译抗原的mRNA 然后再传递到人体里面 由体内的细胞分成抗原蛋白啦 疫苗种类第三种就是蛋白质疫苗啦 它的工作预理就是合成病毒的表面蛋白 好比一个什么穿上病毒的衣服 或者模仿成病毒的形状啦 这样就是等免疫系统认识到这个病毒啦 虽然它不是病毒 但是它看得很像病毒嘛 疫苗种类第四种 亦都是最后一种的病毒阻体疫苗啦 而它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通过注射病毒的组成部分啦 形成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病毒 表面蛋白 而这种蛋白呢 就会吸收萎缩着的细胞上面 从而抑制了它的免疫系统啦 多谢B君的介绍啊 我已经完全离开参观疫苗啦 我已经上海的免疫苗啦 我已经上海的免疫苗病毒啦 我已经上海的免疫苗啦 我已经上海的免疫苗啦 我还要去到达免疫苗啦 如果大家有否赢了 可以了解参观区